为了协助小姨新生增进双语学习兴趣及能力 高雄在地企业集资200万元 赠送全市2万多名小姨新生 每人一本英文图解字典作为礼物 希望透过生动有趣的图文解说 启发学童对英语的兴趣 进而双语教育向下杂根 生动活泼的图片搭配着英文单字 这本英文图解字典让小朋友一翻就停不下来 跟外面的杂志看起来不一样 他很同趣而且他很多图案 可以让你就是看久会印象深刻 就要马上记起来 不光是看图片学单字 利用词典上的QR Code 或是拿起触控笔点击图片 就能够马上上网学习 让学英文示范功倍 这本由高雄市在地企业 共同集资200万元 购置的英文图解字典 将作为全市2万多名小姨新生的开学礼物 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一个情境化 所以他会知道说 在生活当中我要吃东西 我要喝东西 我在家或是我自己 在学校各式各样的情境里面的生活用品 有哪一些 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个很棒的我们的巨型 所以呢单字再加上巨型 生活化的对话 让孩子可以很轻松的入手 以高雄市的新生 两万多位 每一位新生都会有一本 以这个教材 他又是可以图解的 又是可以上网 有互动 那更人在生活的情境中 以教材当中也是很多 是生活情境的单字 而且不止单字 还可以是学会话 近年来市府推动双语教育 但受限于高雄市服务员辽阔 家庭经济收入影响 学童之间 英语基础的听说读写 出现了明显差异 这次在爱美与国际文教机构号召之下 包括高雄市家长会协会 以及多家企业响应出资 让每名小一新生一开学 都能够获得这本生动有趣的图解字典 进而启发英语的学习兴趣 发给各班级的老师们来做一个运用 那另外的啊 我们的家长会啊 也会来采购啊 点读笔啊 那给班级啊 每个班级都会配送点读笔 然后让他们来做使用 那另外的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有深深用平板 这样子的一个教材 所以啊 鼓励学生运用数位上线的一个方式啊 然后在课堂上面来使用 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不一定都会讲英文 所以呢 我们就把外师藏在我们的书里面 所以妈妈只要用她的平板 或者是她的手机 扫一下我们上面的QR Code 那我们的外师呢 就跳出来跟她讲英文 所以这样是很轻松很轻松的去学习的 除了赠送字典之外 爱美语国际文教机构 也将研发的英语数位学习APP付费平台 免费提供账号给部分学校 让学童在家里也能够上网学英语 期待借此提升孩子对于双语的兴趣及能力 教教育有双语 教育穷民先行 感谢